欲望台位于第十殿 冥王殿前六桥之外 高大如方丈 四周的廊坊有一百零八间 有一条通道通向东方 宽紧一尺四寸 欲望台为孟婆神所管理 幼年时即熟读儒家的经书 壮年时诵读佛经 年至八十一岁时 贺法童言始终守经 未损童真 只知道自己姓孟 当时的人都称他孟婆阿乃 后入山修真 世上有人由于素世有修 还能够记忆前世的因果 但望任前生的郡署 干扰了事情泄露了阴间的天机 因此上天赤命孟婆阿乃 为幽民之神 建造欲望台 用采自俗世的药物 合成似酒非酒的汤 分为干苦辛酸咸五味 所有奉令压界到的男女鬼魂 派饮此汤 多饮少饮不论 时忘记前生的各种事 药力同时带往阳间 令其或因多丝伤脾而流闲 或因多喜多笑而多汗 或因多虑多忧而流涕 或因多怒而流泪 或因惊恐而流唾 各令带一分 两分 三分的病 在世为善的人 令其眼耳鼻舌四肢 较以往更精 更明 更强 更贱 作恶的人 使其声音 神智 魂魄 气血 精致消耗 逐渐疲惫衰弱 必令自我警惕 忏悔 不敢为恶 重心为善 但假如有刁蛮狡猾的鬼魂 不肯吞饮此汤的话 脚下就会献出勾刀 将它绊住 并以铜管刺猴 令其受尽痛苦后 强迫贯吞 桥下是洪水横流的山间 由桥中向前一望 对岸的赤石岩上 有斗大的粉字四行写着 为人容易做人难 再要为人恐更难 欲生福地无难处 口语心同却不难 鬼魂们正在看毒之时 对岸跳出又高又大的两个鬼 分别扑到水面 令两旁的鬼魂 各个下得站立不稳 一个是头戴乌纱帽 身穿井袄 手拿着纸笔 肩上背着力刀 腰上挂着刑具 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睛 哈哈发笑 它名叫活无常 一个是面上污垢流血 身穿白衫 手捧蒜盘 肩上背着敏带 胸前悬挂银纸前 愁眉紧锁 生生长叹 它名叫死有份 此二大鬼 催促推落鬼魂们 落于洪水横流之内 根气道行浅薄的 欢呼可以幸运的得生人生 根气道行深厚的 则悲伤哭泣 自恨在世时未收出世的功德 以致痛苦的根深 身体 夜苦难以断除 男女鬼魂等 如醉如痴的 纷纷各衣姻缘 投身各房舍中 将生的胞胎之内 由于阴间阳世的更变 气闷昏昏 再加上胎身颠倒 不能自由 于是双脚用力一贴 瞪破胞胎 奔出娘胎 哇的一声落地 开始一声的形形色色 一般众生 由于常年累月的 贪好世间各种武欲滋味 尤其是不顾雾命杀生数多 迷失了众生本有的佛性 辜负了佛恩 以及玉皇大帝 诸神明的训诫之恩 从未想到如何做才会善终 如何修行才能成佛菩萨 如何做会饿死 堕落三恶徒 自己未来是怎样的结局 一致反复的造恶 终于又成为脱失的鬼了 枉为仪式作人 又将剁为无间地狱的鬼魂了 原来我们都是在这样百般无奈的情形下 投胎转世的 难怪我妈妈说 我出生的时候整整哭了一个月呢 幸好是投胎为人 出生时还会哭 如果投胎为畜生 那就欲哭无泪了 宋朝有一位普安禅师 是有大神通的高僧 他有一个祭祀是这样说的 畜生本是人来做 人畜轮回古道鸡 不要披毛并带脚 劝君修使畜生心 我现在来讲一个 从人堕落为动物的真实故事 在苏州有一家豆腐店 利用剩余的豆渣养猪 为了可以交配繁殖小猪 所以在喂养公猪及母猪各已知 公猪跟母猪整日相依相畏 原来这一对猪前生有一段姻缘 母猪的前生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少奶奶 虽然已有丈夫 却常偷偷地红杏出墙 公猪就是前生跟那少奶奶通奸的男人 他们两个人虽然暗通款曲 可是少奶奶又不愿跟丈夫离婚 二人自恨今生不能为夫妇 希望来生一定接连理 永远长相守 他们犯了邪淫罪 堕落为猪 真的成了夫妇 这对猪的前因 怎么被主人家发掘的呢 那是当年七月十五日晚上 店家夫妇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 忽然听到外面一对男女在讲话 因为前世犯了邪淫 今世投猪快要被杀了 齐先店家夫妇以为是街道上过路的人说话 可是仔细一听 这声音绝对不在街上 就在自己家中的猪圈里 夫妇二人听了十分惊奇 第二天晚上又听到猪圈中在说 今天是中元节 地府赦罪 我们躺能免杀 一同到西元寺去修行吧 店家夫妻听了更加害怕 事情传出去以后 邻居有一位居士 出了一两六千银子 向豆腐店把这一对猪买来 送到寺院去放生 这次许孝卓居士亲见其事 并经林隐寺悔大师公布出来 上述一对猪 因为前生犯了邪淫 以至后世堕落为猪 可是他们成为猪生以后 竟能免杀而被放生 送到寺院去亲近佛教 他们前生虽犯邪淫 可他另外也在佛教中做了功德 中了一些善因 师父 人为什么会变成动物啊 因为啊 我们的外形是随着内心变化 一念仁慈就转生人天道 一念凶恶就投胎做鬼畜 善恶既然互相夹在在一起 所以人寿变化也就没有固定了 人的身体为什么竖走 而动物为什么横走 因为人的前世心术 所以今世的身体就术 而动物的前世心横 所以今世的身体就横 又因为人有惭愧的心 所以人有衣服 动物没有惭愧的心 又没有福报 所以不管 越冷越热 都只有那一身皮毛 人在前世常说善语 诚实语 因此今世随心所想 都能清楚表达 而动物前世常说恶语 妄语 是非语 不信英国语 因此今世有口无言